万众期待的完整内阁名单今天并没有如期公布 首相马哈迪表示他会在未来一两周之内公布 其余内阁人选名单包括外交部长和首相署部长 马哈迪也宣布政府将会在7月16号召开国会会议 在长达20天的会议里头 希望联盟将会实现竞选宣言当中承诺的事项 包括将会提成废除消费税和打击假新闻法令的动议 不满足于某些宣言 如我们所证明 GST将会被禁止 异谱和异谱也会被禁止 然后会有某些选择给异谱和异谱 我们将会称谱 首相还给所有希望联盟的国会议员稍来好消息说 每个人将会获得50万令吉的拨款 他们的服务中心也会获得20万令吉的款项 此外政府也破天荒拨款给国会在野党议员 虽然适合比执政党的议员少 只有10万令吉 但是这些拨款都将会在开摘节之前发放出去 这是最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